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过去两三天里面 我特意还用英文去查过 有关所谓中国预言 对中国的预言 主要是针对这次大瘟疫了 能说出来的不多 起码我也不会查过原来的书文 咱也不知道 就是用相应的一些词汇 去在Google上寻找 不多 说实话不多 中文我们能够看到比较厉害的 是刘伯温这个 刘伯温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用了石仇 用了诸鼠年 用了大节年 而且后面他其实也讲述了要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以及呢 在他的诗篇当中呢 人们能够从中解脱的这种概念 在一个完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什么样的人能够解脱 那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如果按照他所描绘的石仇的概念的话 那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 那就变成了 因为现在人体人都是一体化的 地球叫做地球村落 那这个村落当中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逃出这一份苦难 那如果没有任何人逃出这一份苦难的话 那按照我们说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的人 那如果与神同行的人 今天对中共的打击就是神迹 对中共打击是神迹 那也就对称着中共体制之下 他的价值观在整个人类当中影响巨大 影响深远 而这个东西呢 又是有了定数在其中 定数就是说到什么时间他就怎么回事 那说到定数是什么 定数每一个人的生日就是定数 每个人的忌日他也是定数 对吧 那这个东西就这样了 人说没有 那当初你爹妈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废话 对不对 爹妈结婚的时候有人中的理由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而这是人的环境所促成的 而这一份理由却是在定数的背景之下 自然产生的 就像川普的出现 川普的所作所为 他有他的局限性 而局限性的本身会促成这个环境中 他的生命境界的局限性 他生命的境界的局限性 有这样的衬托才有着神的伟大 那么川普什么事都干了 共产党都死他手里了 他就是神了 你还 那我们还要与神同行干嘛 所以人在人的利益的角度来讲 我以为在看待事物的时候 就分不出层面 生命是有层面的 对不对 那我们人现实生活中都是有层面 跟你吃三明治一样 一层一层的 没有层面 没有叠加 没有这种波澜壮阔 就没有生命本身存在的味道和意义 在现实的环境中 现在很多人可能连这话都听不懂 就是说 为什么你看风声演义你看不懂 它是几个层面落在一起说的 那共产党的来头呢 比那宗教大 比很多宗教的来头大 他的背后的势力 但是他比风声演义他比不了 比习游记他比不了 这是很有趣很有趣的 那为什么说比习游记 比吴承恩比不了 吴承恩背后的力量 他比不了 风声演义干脆就没有作者 书上说的姓许的 或者姓陆的道人 那是假的 有人说我听不懂了 那达基是只狐狸 连笔干都看出他是狐狸来 谁弄不死他 你这狐狸怎么弄不死呢 那文太师这个天幕式开的 就在这长着的 他都弄不死他 是不是 那周王见着文太师就怂了 就低头了 他为什么弄不死狐狸 他也没敢弄狐狸 文太师就没敢弄狐狸 只说你给他贬了他 没说杀了他 这就是命 这是命运 这是定数 我们现实的环境中 今天如果大家认同说 时间是个神 天灭中共 人与神同行 今天共产党的一切 都是妖怪 兽 魔 没有一个是人的 才遭此大劫难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伊朗 他突出了伊朗 有六百人 死了四十三人 这是伊朗的政府公布的 但这是假的了 他说实际死亡数据呢 应该二百一十人 那他的感染人数 就应该非常高 因为你按照他的死亡人数 跟他的报出来的 确诊人数的话 他死亡率百分之二十了 对吧 而在上周 刚刚胜选的国会议员 这个人叫达斯塔克 证实死了 另外是韩国 他现在报道的是 八百一十三 一天 那我看到的是九百多 应该高达了 总数高达三千三百人 而南韩的传播途径 就很简单 就是以那个宗教团体为中心 以那个宗教团体为中心 整把整个大邱氏就给毁了 他死了十七个人 他讲最新死亡 是七十七岁的一个男的 而大邱氏目前 要求所有人不要出屋门 那大邱呢 就等于成为了海外的武汉 而且主要集中在大邱氏为中心的 这样的扩展 已经扩到了首尔 扩到了其他地方 但是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不大 对国际社会影响大的 是意大利跟伊朗 在美国出现了第四个不明源头的病例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而且他在不同的州 第一个出现在加州 第四个出现在华盛顿州 而第三个住在叫俄勒冈州 那就往中部去了 所以从他的分布角度来讲 就变成了他的面积就比较大了 而且跨州扩散 不明源头就表明 美国社区已经出现大规模感染 而现在只不过还没有爆发出来 刚刚开始爆发 如果按照我们曾经看过的 在中国的环境 这是前后这一周的时间 大概再过一周多 也就进入了三月份 三月中旬的时候 美国就可能出现大爆发 所谓大爆发 就是隐藏的那些感染者 病毒的携带者 开始发病 发病通常他说七天 七天左右的时间 所以你看到 我们看到的故事 基本就这么故事 作为人类来讲 很难战胜疫情 只能在这个环境中去保护自己 与此同时在美国经历了一个 美国金融历史上少有的这种状况 一周蒸发了三万四千亿 三万四千亿美元 他下跌的幅度呢 星期五最高的时候 道琼斯下跌了一千一百点 然后在最后收盘的时候 大概下午两点半到三点 美国联储局的主席 实在待不住了说话 因为当时还在都是下冲 一开盘就是下冲一千多点 他讲说 疫情已经严重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基础 开始打击美国的经济基础 那作为美国联储局 那不能袖手旁观 通常的做法就是减息 将意味着下个星期 美国可能就是减利息 减利息就等于相当像市场 向美国社会投放更多的现金 那这种技术的手法 只是人类自己技术的手法 它并不能够抗争整个疫情 而今天人们去拼命的卖股票 它的概念就是说 投资对未来没有什么意义 今天是把钱卖 把股票卖了 拿着钱到超市 去准备两个星期的水 活腿 罐头 米 面 我得活着 现在人们为活着而奔忙 才出现这种场面 为活着而奔忙 出现这种场面 那我个人在看到 在他股市暴跌的时候 基本就是一条线 所以等到联储局的主席 鲍威尔讲完这话之后呢 市场开始反应了 往回跑了 但跑完之后 道琼斯依然下跌300多年 依然下跌300多年 那你就很难说 下星期会怎么样 它的概念就是 全世界掌握全世界 90%财富的人 在拼命抛股票 拿回现金 拿回现金 疫情令全球经济衰退 席卷全球 它主要讲述了疫情 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跟说法 那其实在我眼睛里 就像我刚才描述的是 它真正疫情的已经爆发之后呢 在中国之外 让人们看到 凡是与共产党同行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中都会遭到相当致命的打击 这是根本的 经济太表象了 生命是根本来 这是关键所在 就像人们 变卖钱财 到超市去抢米 就对了 为什么说 为什么对了 他知道要怕死了 其他都没用了 我辉煌的 仕途的 哈佛的 斯坦福的 北大的 清华的 你就是块肉 你也得吃饭 你只能活着 这是今天 人们刚刚开始遭到打击时的自然反应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